咒术师 秒当依旧好溜且简单 傻瓜式教学 哈喽大家好 我是游泰 这一期的话给大家带来是咒诗教学 那么拆局点位的话刷大推 那么屠夫的话很有可能会刷到中场 那么我们开局先蹲一下 这边的话我们先危险 因为基本上屠夫都是来我这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人蹲一下 好像没有新天好奇怪 然后我们试着回去修机 回去修 这个点位的话一般来讲的话都是要刷撞鬼 那么他屠夫的话开局没有抓别人 或者说这个没找到我们 那么就就修机 因为我们不要拖延太久的一个修机进度 特别是现在这个有底牌之后 就底牌会封进一台电机 那么有的基本上是会有一个人是 这个修机修腾曼 那么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一下 也要赶快一下这个修机进度 然后当我们修30%的时候 这边屠夫过来 那么屠夫的话应该是找不到人开局逛街了一下 那么也挺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没关系我们遛鬼 周四在下的版本的话 单人遛鬼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保人能力确实弱了很多 但是单人能力吸猴吸的快很多 我感觉双人遛鬼 双人真的吸的猴太慢了 那么这边的话一定要注意点上的火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进圈 他正好拉一个加速火 猴子就差一秒钟 这就差一秒钟 我们就能够吸收一层猴 一层猴的话 这一道的话我们是不会吃的 但是既然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只能硬吃了 硬着之后 然后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火 然后我们翻窗户 一定要留一伙 然后我们先进教堂 然后这边的话撒线好了 非常的漂亮 秒倒了这一波 那这一波的话 秒倒了之后 那么我们就又挂地下室 那这种举手裂中裂 就是说 这边实在是没有办法 因为闪现刚刚好 本来是拉距离 那么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这样队友就有 就我们因为我们是咒误师 我们有个非常强大的二六能力 我们只要 只要这个后面注意细节 就可以六爆他 那这边的话队友快来 佣兵快来 就看佣兵的一波操作 佣兵救的好一点的话 还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这边的话 来不来快来 吃了一刀很好 弹坏下来 非常好 那没关系 这一波的话 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直接就是说 先死开地下室 这边的话不打算遛鬼 然后看这个 这边的话 屠夫给机会 那么消费轮 然后这边的话 屠夫想贪 干嘛 想杀我 是不是想杀我 猴一下 然后我们再翻窗户 好像能够溜起来了 然后我们看 我们溜一下 这边的话 猴子又吸出来 现在吸猴的话是比较快 放了个加速袋 然后我们就拐走 就不给他机会 然后我们猴一下 然后有两只猴 有板子的话 我们可以弹射 然后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脸上的火 那么古董上过来了 我们先躲一下火 古董上 哇 差点被打到 好 那么古董上的话 给他一套一套三连 那么是非常非常好 这样的话 成功帮我们转点进墓地 不然的话 我们又要浪费不少的时间 这一波的话 队友帮助了一下 是非常好 然后这边又放个加速袋 那么老规矩 我们直接就是说拐走 不要让他加速袋 趁加速袋 趁加速袋 是非常非常难受 那么我们盖板 然后这艾姑干嘛 哦艾姑像这样的压迫 哇 你是看不起我吧 艾姑鬼 然后跟他绕长板 哎 等一下你在 好现在可以绕了 绕长板 你怎么样 干嘛 踩不踩这板都不踩 我就翻 哎 骗你一下 你哦 你还放加速袋 那么没关系 我们再翻回来 哎 不翻了 哎 骗你 好 你看过来 哦 你哄你一下 你能怎么样 再盖个板子 我想干什么 哦 艾姑鬼 然后我们继续往墓地来 这边的话 我们就死在这儿啊 因为中场地窖 而且这边板 长板还在 那没关系 我们出来还呈猴一下 然后我们再进后面这板子 这波的话 转点感觉有点被迫的感觉啊 就是我们被加速带啊 所以说 这波嘛 只能玩这个板子 这个板子踩掉之后呢 我们就只能死了 那这边的话实在是没有办法 飞轮的话没有办法啊 所以说这个板子的话 如果说我们来到这个区域的话 一般来讲是作为一个后手 就说你来到这个区域的话 你就做好了 这个基本上是走不出去的一个准备啊 嗯 还是玩整几个长窗会比较 电击就已经压好了啊 电击25 然后加上这个帽人家有个书页 那么嘟嘟嘟就能压好了 然后就让队友来 好好就一波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把秒岛 其实没有差不多的关系啊 就是你后面一定要注意细节 还有一个就是 6队要好一点 那这边的话队友 呃就我们应该这种都没什么问题啊 哎这边的话 哇 头顶飞轮啊 头顶头飞轮顶这个吃火 那没关系 哇一套三连 那么这边的话可以直接扯扯 好没关系 我们这边直接进教堂了啊 这边直接就直接开 那这边的话直接开 哇这边的话 那这样进不了教堂了 那他既然想这样 那我们就玩板子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没关系 手里这边可以绕了个两圈 我们这里还有地窖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有地窖 先走啊 这边的话 屠夫有可能会杀我了 我们一定不要被秒掉 记住 一定不要被秒掉啊 干嘛翻过来 哇 哇 他直接就把我闪死 你干嘛呀 爱哭鬼 爱哭鬼 哇 爱哭鬼 如果说这一波他不闪现的话啊 他在拖一会的话 我们三层猴家的飞轮 是能够走地窖的啊 哎呀 你为什么不摊一下 不切传送啊 太可惜了 你就只想给我一个太过分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这把就只有一个三 三跑啊 不是三杀啊 好 希望视频的话 可以帮我点点赞哦 谢谢你们